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唱馬集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但是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鍵 再按旁邊的右手邊的小鐘 你的訂閱就等於對我最大的支持 以及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也麻煩大家可以盡量高台貴手看完它 謝謝 今天的賽事 就是說沙田6月27日的賽事 沒什麼好說的 明天6月28日 就有七場馬會轉播寶寵紀念賽日的 轉播賽事 預期做賽馬結果 沒什麼好說 強勁找些東西來講 不如就給明天的提示 雖然海外提示的影片 收視率比較低 但是這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也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我之外 我也找了嘉賓 也是勁馬之社 Hallman 我們就沒有電話對話了 不好意思 小弟的電腦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叫他錄了一段聲帶 他是提供了一場提示的 而我也會有提示提供的 這兩場提供 即是我的提示 以及Hallman的提示 都避開了寶寵紀念 大賽那一場 因為大賽那一場 其實資訊 第一 早點比較有 其實排位很早就出了 還有一些馬比較出名 似乎無需要我們去介紹太多 相反 其實除了寶寵紀念之外 其他六場賽事 都是一些普通的賽事 很多馬大家未必見過 可能反而更加需要一些提供的 所以我們也是先專攻一些其他賽事 首先 我先提供提示 我提供立即是香港的第一場 其實這個是當地板神的第六場 就是一場 未勝利馬匹的賽事 就是處女馬賽 就是那些泥地千二米 其實這些賽事的特色 跟香港的泥地有點相似 他們的泥地千二 跟香港的泥地千二 都是很接近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排出面檔位的馬 往往是比排裡面檔位的馬更好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看到那些葉門的馬 當地來講都是外檔為主的 排一二檔基本上是死位 除非是大超級的 就算你真是大超級 如果你排著一二檔 都要盡早去望空 或者避開那條內欄 這就是日本的泥地賽特色 說了一點點特色之外 我都要講一個深水提供 我想表面上 今場最好賽職的馬 可能是六號 那隻香港的譯名叫做以賴 因為跑過四次第二 但是這隻馬要注意 其實本身這隻馬只有one pace 只有一個跑法 就是擺前走 若然能夠擺前走就好一點 若然放不了頭就更差 其實在這組裡面 你說它是不是突出呢 並不突出 隨時有些馬 如果進度好一點 是可以過它的頭 因為這隻馬是沒有殺著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上一些JRA 日本的網頁 可以參考它過賽事 水準這隻依賴本身是很一般的 反而我提供一隻 跑得比較少的馬 就是10號 這隻香港譯名叫做 名將盈珠的馬 這隻馬跑了兩次 跑得比較少 在這些處女馬賽事 輸得比較少的馬 當然是好一點 至少它沒有證明到 它是很頑皮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跑了兩次 第一次用小牌是一般的 第二次轉了用這次的騎斯福永又一 表現是更好了 也可以說 其實上一次 它的末段的後勁 是還沒踏著的時候沒有什麼 但是最後200米踏著的時候很強 這隻馬是有點頭蛤蛤蛤的 就是有點傾向內閃 但是控制了之後非常好 預料它的喘勁 其實要過的依賴並不出奇 應該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而且這次的檔位比上次排出了 上次其實在內蘭也要花一點時間拿出來 這次是無需要的 可以排出檔位順走 甚至擺前一點走也可以 所以這隻10號馬的名將營珠 我覺得相當不錯 在這裡當它是機會馬 另一隻就選擇李武華 14號的總舵手 這隻是跑得多的 但是勝在每一次出賽 也是相當接近的 就是不會輸很遠的 以及慢慢的進步 上次終於有一個第三名 在這個都是板神馬場 大跑長小路程 這次可能見到他上一次 是無法接近的 跑短一點的陶程 又能排出外面的檔位 以及配搭換了 之前就用一些很普通的 日本的本地騎士而已 這次轉為李武華跑了 相信表現的分寸一定會好很多 這是無可否認的 若然李武華雖然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比起日本的小牌級 二、三線騎士 他也應該是有優勢的 就是說如果本身已經是用了一些大騎士 轉李武華 就沒什麼好處 但是大家看到之前 什麼加爾騰、長泰、柴山洪一 水準很一般而已 所以轉李武華應該會有更大的威力 我會推介兩隻馬給大家 就是10號的名將盈珠 以及14號的總陀手 跟著的深水交給Hallman Hallman的深水 就會在香港賽事的第六場 那場是沒有指特別的 不好意思 應該是第四場 其實我們都有七場賽事可以看到 我自己比較重心的場次 或者有推介的場次 喜歡第九場 母子特別賽 其實這場是兩勝class的賽事 我們舊制可能是1000萬下 那些馬本身至少贏過一場 他上到來 或者兩場 可能他贏了一場新馬 或者他贏了一場一勝class 或者舊制500萬下的賽事 上到來 其實現在沒有了降級制度之後 那些三歲馬其實都頗有優勢 因為譬如說 一勝class 或者兩勝class 尤其是去到六月這些月份 剛剛那些三歲馬 就是跑完一些吸制賽 或者是跑完一些大賽 下回來 這裏 那當然就對著那些 可能跑到滑完牙的四歲馬 贏的都贏不到 就是他為什麼會 在一勝class 或者兩勝class 就是因為他們全部都贏不到 譬如說 如果這個賽日 你想投注一些三歲一勝class 或者三歲未勝利的賽事 當然三歲未勝利 就只有三歲的儲女馬 但如果譬如說 你去到三歲一勝class的賽事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建議 可能向三歲馬賣手 而事實上在那邊的賠率 三歲的馬 一勝class是特別熱的 成績都挺不錯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是 有些質素 但是在大賽中輸了 所以就回到這裏 要再重新去 慢慢地上去 高一點的班次 這次和大家推介 就是第九場的 母子特別賽 就是 兩勝class的賽事 剛才說了那麼久 我是不要三歲馬的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覺得三歲馬 那堆馬裡面 其實厲害的馬不是很多 那有一些可能 剛剛贏了一勝class 上到來 那可能有些要考驗 那有一些可能 就是在一些NHK 一里賽跑完再下來 那其實其他那些賽職 也都不是說真的 很吸引 那所以這一場裡面 自己比較喜歡 這一隻的七號 那就是Hush Go Go 中文譯名就是 奮力聰來的 那其實這隻奮力聰 他本身都是在三歲的 未勝利賽事 那就是贏了之後 就轉過去草地跑 那他一直都跑泥地賽 跑得不太出色 直到去到去年一百月 轉了場草地之後 表現都算不錯 然後再在京都的一勝class賽事 是贏馬 那之後他好像找到自己的出路 你看到其實他去到十一月到二月這段時間 不斷跑一些草地的賽事 而且表現都不錯 亦都準成 那這次用回北川友一 其實北川友一 就幫這隻馬刀贏了 亦都拿到很多次的位置 那看回他近將 其實他在京都或者板神 這些右轉的場地 都是表現得挺出色的 那在這一組裡面 相信都是挺穩陣的賽區 那如果譬如說你開胆 或者甚至買VN 我挺喜歡這一隻的 那還有留意一下 其實他一直都不太跑 這三四五月 或者是那些十月 九十月的賽事 那其實我覺得幕後 對這隻馬的期望 不是很高 那他寧願就是 儲存一段時間 對一些可能到六月尾 那些馬已經開始疲罰了 那他就先出來去跑 那些兩勝class 或者三勝class的賽事 那希望撿到那些四雞 那但是始終都是部署而來 那所以就比較喜歡這一匹的奮力衝 那看看這一匹的奮力衝 那看看這一匹的奮力衝 可不可以贏到其他 一些側身的賽區 甚至我本身是一些明星馬 那我自己挺喜歡這一隻奮力衝 那看看可不可以北川友一 在這一場賽事裡面 可以贏到 那就是我的心水 好了 那聽完我 和Hallman的心水 也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一條影片的話 也請不要論息 在影片下面給我手之公 去鼓勵我 以及將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對於明天 即6月28日香港轉播的補充紀念 有任何看法或者意見或者問題 也歡迎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最後綜合多一次提供 我會提供香港來計的S1第一場 10號的名將營珠 以及14號的總舵手 而Hallman的提供 其實他說第九場 其實是S1的第四場 當地的第九場 7號的奮力衝 給大家三隻馬 作為心水參考 最後 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史馬田唱法集作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